大家早晨 今天是3月5日星期二 是3月份第三个交易天 直到现在这一分钟来说 今个月的市况形态还是未现的 因为不论是高位或者低位 其实都在3月1日出现 简单说直到指数突破了3月1日的高位 才可以形成一个线低后高 但不知如果跌穿3月1日的低位 指数亦都会出现一个线高后低 由于内地两会症状是开了 变成大部分人都暂时采取观望态度 而实际上股市亦都持续整固在一个比较窄的幅度之内 先看看昨天的市况 恒指昨天早市先是高开40点 去到16629 之后整天都反复徘徊在16473到16645点之间 在这8几点的波幅里面 市况一直都是徘徊在拉脚 之后只收了16595点 轻轻升了6点 成交金额都算是暢黄了 有1068亿 值得留意 10、20和50天线 暂时说仍然是没有跌穿的 10天线昨天收了16588点 20天线收了16254 50天线收了16177 为什么一直要提着三组平均移动线呢 因为当指数能够掂着三组平均移动线呢 意味着整个势头仍然是直指到100天线 即是说 整个技术上的反弹目标 仍然可以进一步向上望 但是一旦指数跌穿到10天平均移动线呢 代表沉顶的形态暂时会停一停了 不过都不知了 下面还有20天线 还有50天线 一天没跌穿的 就当反弹的势头还是美元 其实我都说了很多次 整个反弹的势头美元 不是代表指数是不断地上升的 因为第一个指数已经升到了1月22日的低位 14794点 现在在16000多座的水平 即是形态仍然是属于一个反弹的就期之中 期间来说有没有机会进一步向上 找更高的指数呢 就要看看指数能不能继续 穩守10、20和50天线上 这是初步的看法 3月份暂时来说 最高的指数是1号的16651 最低的指数也在1号的16321点 一日之内指数有330点的波幅 暂时来说 要看看指数后绝能够突破高位 还是会跌穿低位 这一分钟暂时看不到 不过外围的夜期是有少少翻覆了 这个大家要留意 在一日未明朗的情况下 整个恒指暂时来说 是会反复穿梭在10天线的水平 直到有一天出现升破或者跌破位置 那两会期间 股份走势仍然还是比较个别的 传统蓝走大部分都是整股不前 大家似乎等待两会之后 有什么政策公布 带来一个憧憬 但是我自己来看 例如内房的问题 始终都仍然不那么容易解决 由于资产价格下跌 经济的疲弱 也都是冲击到消费的意欲和信心 所以在内需和固定投资 这两个板块 很难会有一个明显的改善 真的要给一些时间了 影响所及 港股也处于一个有补服无幸福 有反弹 没有大声的形态 向上望 如果能够突破100天线 那当然是另一个目标 就是2月23日的高位 16895点 这个也是整个反弹暂时的高位 如果能够突破这一点 往高一点 就是今年1月2日的高位 17135点 说来说去都是那一千多百点 反弹就算延续 我都不觉得会升得太多 所以有没有部署 大家都是保守一点点 不是说不可以跟 但是不可以分身 强势的股份 始终仍然是中移动 匯控和八百三中 至于新经济股 近期来说 美团走得不差 因为可能累积的沽空本比较多 正在逐步逐步回报 反而巴巴和腾讯仍然持续疲弱 任何入市的行动 千万不要急 不要用 好了 早市分析就说到这里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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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